27歲的盧冠良是聽障與市障的多重障礙人士 但他不氣餒 去年籌辦首愛新市障生活關懷協會 結合更多市障朋友培養專業技能 今年8月份為了實現環島夢想 以按摩的方式募集經費 籌備夢想資金 而房地產業者致力於公益活動 成立愛的文化教育推廣協會 提供市障朋友更多的就業舞台 我們主要是在服務市障朋友 幫他們找工作之外 那還有帶他們出去 老人院跟教員院做關懷的服務 8月要去環島主要的目的是在於說 我要幫太北的新興育幼院做募款的活動 那同時我還可以去參訪 我去年走過的環島的一些社福單位 要去幫他們做按摩的服務 每天派兩位三位的市障同胞 來為我們的客戶做按摩 我們的客戶接受按摩的時候 他會覺得我們真的太幸福了 我們看得到我們行動方便 我們有能力來買房子 我們有能力來創造幸福的家庭 可是社會畢竟還有一些弱勢的團體 需要關懷 那麼在他們接受按摩的時候 他們也捐出一些他們的誠意跟意識 來回饋給這些市障的同胞 那市障的同胞他們服務得非常的開心 那麼客戶也感覺到 服務這樣子的給他們一些溫情 可以獲得讓自己的生命力更加的充實 郭靖在每週六下午為看護民眾提供按摩服務之外 房產也透過銷售募款 扯公募得新台幣10萬元的經費 贊助這群市障朋友能夠執行環島計畫 透過企業和消費者的力量 幫助弱勢族群圓夢散播愛與關懷 隨便提供新聞 綜合報導